朝鲜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朝鲜战争之中的上甘岭战役 则打出了我国的国为和军为 打出了我军的指挥艺术 战斗作风和团结精神 扭转战局彻底瓦解了敌人的金华攻势 将战事稳定在北纬38路线上 有趣的是上甘岭战役结束后 我军在青草战场的过程中 捡到了许多美军罐头 当他们准备打开这些罐头之时 却纷纷闻到一阵恶臭 原来这些罐头里面都装的是粪便 那么是什么让美军 不得不往罐头里面进行排泄呢 正是这位让美军闻风丧 1931年出生于江苏兴化的张陶芳 生活在一片宁静富饶之地 他出生时正好是桃子成熟的季节 于是父母便给他取名为张陶芳 张陶芳原本该有一个安宁和谐的美好童年 然而日军侵华的脚步粉碎了他所拥有的一切 正因如此张陶芳从小立志要保家卫国 1943年年仅12岁的张陶芳 便加入了当地村里组织的抗日儿童团 由于他个子长得很高 很快便被选为团长 每当鬼子进村之时 他便组织团里的小伙伴 去通知乡亲们进行疏散 张陶芳成年之时正逢新中国成立 面对百废待兴 鸡贫鸡弱的中国 他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参军报国的道路 1951年抗美援朝 张陶芳成为了村里第一个 报名参加人民志愿军的人 他正式穿上军装 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坐上了远去疆场的火车 为保家卫国献出自己的力量 张陶芳人生当中第一次出外门 就面临奔赴战场的残酷局面 但是他并不感到紧张害怕 反而十分激动 在部队中他摸到了梦寐以求的真枪实弹 一想到他将这些武器来施展自己的报复 张陶芳就十分兴奋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 他在新兵训练过程之中 张陶芳并没有表现出多么高超的射击天赋 有时候连准心都很难射中 但是张陶芳并不气馁 正所谓笨鸟先飞 他发奋图强 业以忌日的训练射击 因为时常举枪练习同一个动作 张陶芳的胳膊会变得非常酸胀 为了克服这一点 张陶芳还将20斤重的沙带绑在手臂上 以毒攻毒进行艰苦训练 让双臂逐渐适应了枪支的重量 同时张陶芳还常常在深夜里练习射击 以适应夜战的实战需要 在张陶芳坚持不懈的刻苦训练下 他终于将命中率大大提高 九发子弹能中准心七发 获得了战友们的一致好评 1952年 朝鲜战局的局势越发吃紧 敌我双方僵持不下 美军开始仗着火力优势 对志愿军展开大规模猛击 但是每当志愿军进行大规模反击之时 美军就会撤退远离志愿军 待志愿军补给消耗殆尽之时 再对志愿军发起进攻 令前线志愿军苦不堪言 为了杀一杀美军的嚣张气焰 上级立即组织培养了一批狙击手 对美军进行狙击作战 实施精准打击 听说部队正在组织一支狙击队 一心执着射击的张涛芳 便踊跃报名参加选拔 凭借着高超的射击技术 张涛芳通过了选拔 成为了其狙击队的重要一员 作为狙击手的张涛芳 成功领到了一支精准度极高 适合远距离作战的M1944 莫辛甘纳部枪 这种枪即便是在 极度低温的朝鲜冬天 也能正常使用 十分适合狙击作战 张涛芳很快便在狙击训练之中 熟悉了这把新枪 凭借着精湛的枪法 张涛芳很快便来到了 决定他命运的尚甘岭 1953年 入伍不到两年的张涛芳 就被部队派往驻守 十分重要的尚甘岭阵地 在尚甘岭战役里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很快向我军发动了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 其激烈程度 是前所未有的罕见程度 炮火密集超过了 二战中的最高水平 就连上甘岭的山头 都被炸平了几寸 周围的泥土 都被炸从了几十公分 在此期间的短短四十天里 敌我双方对此阵地 进行了多达五十九次战斗 联合国军 更是向上甘岭阵地 冲锋了九百多次 但都纷纷被志愿军所击退阻拦 其战役激烈程度 可想而知 所以当张涛芳来到上甘岭之时 这里已经化为了一片焦土活汗 很快张涛芳便接到了 第一个狙击任务 射杀前沿阵地的美军 张涛芳很快隐蔽在前沿阵地之后 他开始屏息精神 对美军进行瞄准 紧张之下 张涛芳接连发了三所子弹 却无以命中 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 出师不利的张涛芳并不泄气 他想不明白 自己分明就是按照平时 在训练场之中训练要领来进行操作的 为什么会强强落空呢 于是他向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请教了这位疑惑 老兵们也十分老道地指点他 野战运动中的打枪要灵活得多 平原和山地远距离射击目标的区别特别大 要学会预判 原来在平原狙击敌敌人 用三点一线的打法无可厚非 但是在高起低伏的山地之中进行狙击 就要注意上山头下山打脚来进行预判射击 才能提高命中率 有了老兵的指点张陶方醍醐灌顶 他开始仔细揣摩统结经验 张陶方发现除了射击方法需要灵活改进 他与枪支的磨合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张陶方新配发的墨西纳干步枪 比起之前的步枪要重得多 虽然在训练场上 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墨西纳干步枪的节奏 但是在瞬息外面的实战中 张陶方用这把枪支 却与训练时有着些许偏差 为了克服这一点 张陶方将重石全挂在枪把上 来锻炼枪支的核心力量 对于张陶方来说 虽然理论得以完善 但实战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彼时的朝鲜战场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已经非常困难 枪支弹要紧缺 不少射击训练都没有实弹 这使得射击训练效果大大折扣 因此张陶方的每一次实战 心里都不是很有底气 但是他还是尽力而为 同时由于子弹紧缺 张陶方 终于张陶方不懈努力的钻研精神 最终给他带来了回报 他利用这把在二战之中 过时已久的步枪 九枪击毙七名敌人 一时间枪枪精准的张陶方 就成为了部队中赫赫威名的神枪手 在此之后 张陶方的神枪手之路就一发不可收视 每次狙击之前 他都先从周围的地貌特征入手 研究敌人的活动规律 并估算好射击距离 并找到最理想的射击点 很快人枪合一的张陶方 就在20天里用240发子弹 击毙击伤了71个敌人 这个战绩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但是张陶方并不满意 在他看来 在400米到500米之间的距离 最多只需要一两发子弹命中 才是最佳水准 在后来的10天里 张陶方也确实做到了这个水平 190发子弹 击毙了141个美军 命中率令人嘖嘖成奇 在张陶方的弹无虚发实力之下 美军发现只要自己在阵地上一露头 就有可能被张陶方就地终结 这对于美军来说 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折磨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军官被拘杀 美军军内的反战情绪日益高大 而张陶方更是抓住了美军人心惶惶的机会 将前沿阵地的美军一个接一个的放到 加深了上甘岭美军的心理压力 在此期间 他们不得不提高10万倍的警惕 就连上厕所都要顾不经心 否则厕所上一半就可能会成为张陶方的枪下王手 于是美军不得不将罐头当作临时马桶就地解决 以避免自己命丧皇选 经上甘岭一役 神枪手张陶方一战成名 成为了令美军闻风丧胆的存在 而美军的贪生怕死和过度依赖武器火力 而忽略战术 也注定使他们成为志愿军的手下败将 那些装满分辨的罐头 赶紧 力尽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